第231集 王超所说的喂鲨鱼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丢到海里面 就像有的黑道上说把人沉到江里喂鱼那样 因为南洋这个地方是热带海域 深海处是真有一片片鲨鱼群的 一丢下血腥之物 甭管是人和动物都会蜂拥而上 把人咬成碎片 南洋的黑道军阀对付敌人 说喂鲨鱼那就真的是喂鲨鱼 是不讲半点假话的 唐门不算黑道 但绝对算军阀 说话是尤为讲信用的 所以说现在李冷丹黄雨清这两个女人 把司徒公掀翻在地捆绑起时 听到王超的吩咐 拖起人就走 一边走还用耳脉不知道吩咐哪里的队伍 准备船只到齐鱼海 今天那里有没有鲨鱼群 这些话可不是吓唬人的 而是来真的了 司徒越见两个女战士把司徒光真的就拖出去了 脸色终于是变了 再也不是那种有恃无恐淡淡的不在乎 而是眼睛之中赏过愤怒凌厉的火焰 王超 你来真的 我要见唐紫辰 先等一下 而王超的眼中则依旧是没有丝毫的动容 把司徒越灵力愤怒的眼光无视掉 司徒越小姐 咱们都是有身份的人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要算数的 我说为鲨鱼 就为鲨鱼 若是为了鳄鱼 为了章鱼 都不算数 王超这身份说出话来 自然是要算数的 说把司徒光喂鲨鱼了 若是被鳄鱼吃掉了 那以后在唐门之中还有什么威信存在 毕竟唐门非常之大 有南洋唐门 英国唐门 德国唐门 法国唐门 南美唐门 北美唐门 非洲唐门 中东唐门 若是没有威信 那这些领导人 该怎么看他这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呢 虽然说 德国唐门的领导人 燕尼 是唐紫辰的心夫 唐紫辰也直接统率着非洲唐门的几大雇佣军 但是其他唐门的领导人 也都是像赵光荣那样元老级别的人物 对于王超这个新人 心里肯定是不屑的 就算他现在统领南洋唐门 也是依靠他自己的名气和唐紫辰的威压召开恳亲大会 把两个元老赵光荣和林世锋的军权剥夺了 才得以勉强控制住局面 见王超不为所动 司徒越狠狠地咬住了自己的嘴唇 那么就希望你先通知一下唐紫辰 如果唐紫辰也同意了这个行为 今天就是你把我喂了鲨鱼 我也无话可说 我倒想看看唐紫辰是否真的想为你这个新人玩火 至唐门的鸡业鱼不顾 我今天说过了 齐博暗杀你也是个意外 王超依旧平淡冷漠 挥了挥手 说道 这点事情我倒是还能做得了主 不用通知紫辰了 拖出去吧 那司徒光在剧痛之中也知道了自己的处境 感觉是真的要喂鲨鱼了 便立刻不顾一切的大叫起来 啊 放开我 你这个小白脸 你敢 你竟敢上座主张 我要见唐紫辰 你不过是个打拳的下酒流 靠点同信 就真的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 放开我 放开我 但是他叫的再厉害 也是没用 王超的嫡系龙蛇部队 可不会听他的话 这可是王超一手训练出来的 是能媲美俄罗斯阿尔法 美国终结者 中国长风 利剑等特种顶尖战士的武装 在没有唐紫辰的命令下 就知听王超一个人的命令 就在这时 吕老鹿突然上前来了一步 呃 王超师傅 刚一开口 却欲言又止 似乎想要劝阻一下 他们虽说比武输掉了 但仍旧是不想将事情闹大 他们可是美国华人武术界的名家权士 是深深知道美国鸿门志工唐司徒家的威力的 司徒岳司徒光这两人乃是司徒家年轻一辈的重要人物 若是就这样死掉了 他们也难脱得干系 见吕老鹿又要说话 王超把手一伸 便阻止住了他 几位 你们既然已经输掉了比武 那现在就是我唐门的管剑 至于你们在美国的产业 我们唐门会尽快处理掉的 家人也会在两天之内 接到南洋 安家费是少不了你们的 若是单凭一场比武 就让几个知名的武术家丢弃产业和家人 当唐门的管家 显然是不怎么现实的 而且就算能把他们留下来 心散了 也没什么用 王超现在把他们的产业处理掉 并接起家人来到南洋 可以说他们就真真正正成为唐门的管家了 以唐门的实力 通过各种关系 把这六个人的家人带出美国 那是没有半点问题的 见王超挥手打住话头 吕老路便退了一步 脸上显示出犹豫 过了小半会儿 便和其他武术家对望了一眼 点了点头 也就不再说话了 显然 他们是默认了这个事实 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骨气 而是因为在比武之前就已经说好了 且签了合同 无数家 讲究的就是一个亲金一诺 他们现在就算想反悔 那几时赶G36还瞄着他们呢 搞不好 也得给丢去喂了鲨鱼 虽说他们都有不怕死的精神 但是在道理和实力这两方面都站不住脚的时候 这几大高手也就不得不低头了 打你不赢 道理也站不住 那还能怎样呢 此刻的王超显现出南洋首领的威势来 这里太血腥了 谢力 安排司徒小姐去另一个地方吧 把这里打扫一下 同时带G5位去休息 并将胡言良师父送到军医处治疗 另外 通知安排在美国的唐门人士 让他们行动 把这六位的家人组织起来 一起带出美国后 转到别的地方 再来南洋 王超的指挥可谓井井有条 一个能将武术练到最高境界的大宗师 脑子说不上绝顶聪明 但绝对不是笨蛋 谢力接到命令之后 做了一个标准的军人转身 说道 五位请吧 司徒小姐 你也请吧 吕老路等人相互看了几眼 点了点头 便跟着谢力的部队走了出去 同时一对身穿白大褂的军衣 也抬着担架走了进来 把被王超暗晕过去的胡言良 抬去医治 同时又来了一对战士 清理现场 这一切行动迅速 完全的军事化 显现出唐门军人高超的素质 王超也不怕吕老路等人逃跑 毕竟这是在南洋 正如延元一对王超所说 你来了北京 就是条龙也得给我趴着 石头虎也得给我蹲着 那南洋的地盘 王超就是主角 印尼政府军都敢打硬仗 还怕你几个区区的武术家的小动作吗 被带走之前 石头虎狠狠的扭了下脑袋 恶狠狠的对王超说道 王超 你有本事 把我也喂了鲨鱼 我就佩服你 哈哈 不急 我平生不喜欢杀女人 也不喜欢跟女人动手 不然的话 就把你和司徒光一起喂鲨鱼了 说完 王超头也不回的便上了楼 他是去换衣服 清洗下身体上的血迹脑浆 一个小时之后 雅加达外海的海洋之上 碧阳蓝天一片平静 南洋的海 美丽的令人心碎 但就在这幅美丽的海景之上 却发出了杀猪一样的大叫 王超 你不得好死 嚎叫的便是司徒光 司徒光此时可谓毫无风度 也难怪 很少有人能看到船只周围游溢着十几条鲨鱼在血淋淋抢食血时的时候还能保持住镇定 尤其是自己还将成为鲨鱼口中食物的时候 骂了几句之后 司徒光脸色便开始发青 对抓着自己的李冷丹和黄雨清叫着道 王超 王超 我都服了你了 算你狠 我今天认栽了 你们就跟王超说 司徒光今天遇到光棍 我认栽了 可黄雨清 丝毫不理会司徒光的话 只是淡淡的对李冷丹说道 查看一下 下面有没有其他的杂鱼 超哥说了喂鲨鱼 就不能喂别的鱼 李冷丹扫了一眼司徒光 冷冷的回答道 都是鲨鱼 那冰冷美貌的脸上 竟没有丝毫的感情波动 就好像这杀人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那割了血 放下去吧 说话之间 他刷刷刷 手持匕首 在司徒光身上割了数刀 顿时 心血淋漓 随后 举起这个司徒家重要的人物 便抛下了海 顿时 海面便传来了 司徒光 凌厉的叫喊声和鲨鱼群夺食的声音 黄宇清举着摄像机拍摄着这一切 直到无声无息了 才开船离开 既然 王超说是喂鲨鱼 那就绝不能喂别的鱼 黄宇清和李冷丹这两个女人 都是在印尼血沙厮杀中过来的 他们的父母家人都死在了九八年那场 大屠杀之中 现在硬起心肠来 真的就如妖魔一般 二人怎么坐船回来 怎么处理后事 咱们暂且不说 此刻的王超正在一间大浴室里面 全身都泡在温暖的水池之中 发出巨大的吐息声 他光洁的皮肤上 竟然出现了很多块淤青 还有紫黑色的血块 那显然是局部血液坏死所造成的淤积 这是刚刚在比武之中 为了躲避齐驳的偷袭 而遭受到五位高手 拳脚打击身体所造成的伤害 吕老陆等五人 各个都是划进级别的大权势 任何一个人的权劲都在千金以上 就算是身体强横如泰森一般的人 挨了一拳一脚 也得毙命 所以王超身体虽说强悍 但也绝对不好受 把身体外的血迹味道都清洗干净之后 王超从水中站起身来 擦干了身体 赤身裸体 出了浴室 来到房间之中 站了一个新印装法的架子 站定之后 他的腹部首先发出声音 嗡嗡嗡嗡 那情景就好像是个和尚在繁畅 又好像是在道士在念经 同时他的喉咙也在发声 哼嗡嗡嗡的不停的响 随着声音响起 他全身的肌肉便都松软下去 软绵绵的 但却起伏不定 就好像是被微风吹拂的波浪一般 这是他用雷音震荡骨髓 但发出的音节 却是从巴历明的秋月禅师 注解洗水经手抄本上的几个音节 小腹喉咙发声 片刻之后 不但身上的肌肉发热 而且骨头里面也暖融融的 就好像骨髓受到了烘烤 要慢慢融化的味道 全身有说不出来的舒畅 这和以前用雷音震荡身体是截然不同的 以前用雷音震荡之后 骨髓里面是一种坚实 微酸的感觉 而现在的洗水经音节 却是暖融融的 啊 世人有病痛 只知药物 不知洗水换血之道 殊不知 是要三分毒 这洗水经音节 虽然不如雷音 精进迅猛 但却能春风化雨啊 王超觉得骨髓里面暖融融之后 便收了架子 再看了看全身上下的淤青血块 已经消散了很多 把注意力放到受打击的部位后 王超明显的感觉到 里面的血液流动强劲中 带着舒缓 伤势已经好了许多 唉 难怪那些整天打坐念经的和尚道士 不活动血脉 身上居然不长痔疮 也不得妖急劳损等症状 都是在念经之中 涌上了劲 全神贯注 阴节震荡骨髓 达到洗水换血的地步 一趟经文念下来 骨髓都变得暖融融的 血液活跃 自然就不会生病了 全法之中的三种炼法 一筋 一骨 一髓 果然 炼髓才是最为根本的 难怪 若是人得了白血病绝症 晃骨髓就好了 这炼髓的精益 实在是太深奥了 不过 白玉封锁注解的洗髓经 里面 还是有很多错误的阴迹 若是在不能分辨的情况 强烈下去 也不见得会有好处 秋月禅师白玉封所注解的洗髓经的阴结之中 王超试验过以后也发现了不少错误 其实也只有像王超这样的人物才能发现错误 因为他的敏感度已打破虚空透彻骨髓 任何一个阴结吐出骨髓受到细微的震荡 是酸麻 是暖洋洋 是坚实 还是刺痛 他都能感觉清楚 所以在用洗髓经阴结洗髓 换血的时候 他也不盲从白玉封的注视 只是凭借自己的感觉 舍弃一些不好的 用一些试用的 毕竟就算是秋月禅师白玉封 这个少林武学大宗师重生 也不见得就能超过 王超从洗髓经注解中可以看得出来 白玉封是不如自己的 至少这个人还没有达到打破虚空的程度 否则其注解的洗髓经就不会出现错误了 不过这并不妨碍王超对这位古代大宗师的佩服 毕竟王超可是站在无数人的基础之上才有的成就 尤其是那些明末清初的武术明家的共同智慧 而白玉封是原末的人 武术理论相差了几百年之久 洗髓经 虎报雷音都是练嘴的 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虎报雷音就仿佛是尘世太极 刚猛内残 拉筋如九更丝 勇猛精进 练得好 能很快出功夫 若是练得不好 身体就会受到损伤 而洗嘴经就像阳世太极 是舒缓的抽死筋 丝毫不用力 甭管练得好不好 都有去病健身的效果 对身体是绝对无害的 练着练着 王超突然在内心深处 生腾出一种感叹 虽说在历史考证之中 达摩并不会武功 但如果达摩真会武功 也不见得就有我强 唉 修佛的人 为什么总成不了释迦牟尼 因为他们不敢成为释迦牟尼 基督教徒 为什么不能出耶稣 因为他们不敢成耶稣 自己都没有勇气成神成仙 那如何能成神成仙呢 我之所以有现在的成就 还是得益于那一年的长征路 起码让我形成了一种气魄 看来性格是决定一部分命运的 感叹过后 王超收了工换了衣服 便走下楼来 他要去见唐紫辰 说一下自己处理的情况 王超之所以把司徒光丢去喂鲨鱼 是因为对方破坏了游戏规则 对于破坏游戏规则的人 王超很是清楚 不下狠手沙楼 是很难震慑后来的 其实王超倒是知道 自己在对方眼中 只不过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 一个新人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没办法 霍灵儿的老爸当时也是这么看的 而且武功再好 在现代火器社会中 大家族眼里屁都算不上 像齐伯这样的高手 还不是老老实实的给司徒家当个管家 那六名武术名家 也需要看司徒家的脸色 广东三虎的张威 不也得给太子党的赵军打拳吗 现代社会 人们对武功的敬畏已经降低到了最低点 不然也不会出现什么武功再高 也怕菜刀的谚语 本来他是想连同司徒岳一起喂鲨鱼的 但是王超觉得还是有必要问问唐紫辰 毕竟自己这个姐姐未婚妻 才是唐门的门主 王超下了楼 驱车来到海边别墅的时候 就见唐紫辰正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衬衫 在沙滩上慢悠悠的赤脚散步 很是悠闲 见王超过来 唐紫辰扬了下头 笑道 小弟 你今天好大的本事啊 居然以一敌六 想当年 我在韩国 以一敌二 都是吃了很大的亏 才拿下崔长白和功成良田 怎么 那个司徒的老管家偷袭你 你有没有事情 见唐紫辰知道了这个事 王超便也不隐瞒 随手捉住了这个姐姐未婚妻的手 并肩走着 一边走 一边说道 那不同 崔长白乃是韩国第一武道家 功成良田也是日本第三的实战派 虽说都是化劲 但战斗力还是有差别的 而且姐姐是一瞬间击伤他们 我和这六个人可是打了很久的 自己还受了伤 最后才拿下了一个 还有司徒光让我喂了鲨鱼 司徒月则被我关了起来 不知道姐姐想怎么处理 第二百三十一集 完 第二百三十二集 听完王超对司徒月和司徒光的处理结果 唐紫辰依旧是笑得很甜美 小弟 看来你虽然在武术界的声望很好 但是在鸿门和唐门这两大势力 帮会的圈子里面 威望还是很低的 连这司徒家的杂鱼都敢暗杀你 王超听完舔了舔嘴唇 说道 这个我也知道 霍灵儿的父亲不是还说我小白脸的吗 唐紫辰听完奄然一笑 用手指弹了弹王超的脸蛋 平淡的笑容之中 隐藏着一丝惊艳绝伦的妩媚清丽气息 你现在就是小白脸啊 不过以后这样的事情还是少做 以一敌六还有用真的高手暗杀 实在是太危险了 毕竟你还没有到真诚如神 可以前职的境界 就算武功再高 也是血肉之躯 注意力太集中了 就难免会有疏漏的地方 你以为你自己是达摩还是张三丰啊 见唐紫辰这惊艳绝伦妩媚的气息 王超顺势一把就搂住了他的腰肢 摇了摇头 就好像是证明严肃的学术问题一般 很正经的说道 真的 达摩张三丰也未必有我强 好了好了 我小弟是最强的 唐紫辰仰了仰头 他与霍灵二差不多高 只比王超矮上一点点 司徒越倚仗的应该是他的男朋友 他男朋友是美国洛克菲勒家族 一个出色的年轻继承人 而且司徒越是想借助我们唐门的势力 来重新召开世界鸿门恳亲大会 统一所有的鸿门 洛克菲勒家族的继承人 应该不会娶华人女子吧 我记得好像有哪一个国家的皇室亲王 要娶一个平民女子 后来都迫不得已放弃了亲王的身份 是啊 洛克菲勒那个家族太古老了 规矩也太陈旧了 一个国家太陈旧了 便需要革命革新 更何况是一个家族 况且爱情是盲目的 不过我们唐门在世界上 并不惧怕任何人 也不惧怕任何国家 小弟 你不要把他们放在眼里 你姐我会让行动来告诉他们 如果洛克菲勒家族参与 那就让他们成为我们唐门崛起的奠基石吧 这次洪门司徒家 突然联合起来参加武道大会 并指定要我带队 这是一个阴谋 怎么能逃得过我的感觉 那个司徒月 就让我亲自来处理掉 算是表个态吧 听唐紫辰表示要亲自解决到司徒月 王朝便知道了自己在他心中的分量 突然便涌起一股无边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我居然能拥有这么完美的姐姐女神做妻子 六七年前的我 可还是一个一文不明 幼稚可笑的学生 谁知道这六年之后 我居然站在了这世界的顶峰 人生真是恍如一梦啊 寄予不可思议 七年的时间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只希望能永远这样子就好了 看着唐紫辰那清新出俗的面容和绝带风华的气质 王朝挽着他腰的手下意识的紧了一点 生怕一不小心 这个怀抱中的女神姐姐便会如嫦娥一般飞上天去 唐紫辰今天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衬衫 南洋的天气本来就四季如春 尤其是在海边 阳光直射 所以衣服本来就不多 王朝在唐紫辰说话的时候 望着脸眼睛往下 便看到了衬衣领口处那高耸的双峰 看到这里 王朝不由自主的 行不自尽的便用手摸了上去 知觉的隔着衣服的手 感觉到了一团柔软和温馨的体香 他的心思又蠢蠢欲动起来 同时挽着对方腰支的另一只手 也变得不安分起来 感觉到自己胸口有点痒痒 唐紫辰向下一看 只见王朝的手放在了上面 立刻一动 啪的一下 便叼住了王朝的手腕 就好像琴拿露一条蟒蛇七寸一般 猛的一丢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这是在外面 大白天的 咱们说正事 你的手安分一点好不好 王朝的手腕被甩了出去 却丝毫不在意 轻轻一缩又弹了回来 笑嘻嘻的说着 姐姐 我觉得你最近放松了许多呀 连我的手搭上了身 才感觉到啊 是啊 有个比达摩和张三丰还厉害的小老公 在我身边保护我 我还怕有人刺杀我不成 唐紫辰今天的心情也是颇为清爽 看着王朝眨了些眼睛 在眼皮闭合又睁开的一刹那 长长美丽的睫毛瞬间跳动 显现出异常的荣光焕发之感 如果说以前的唐紫辰 是高高在上 不可侵犯的女神气质 那么现在的唐紫辰 虽然还是那个气质 但是其中却多了一些轻松的味道 好像是放下了什么事情 没有原来那么高高在上的紧绷之感 而是多了一丝雍容闲静的味道 王朝心中很明白 唐紫辰以前领导弱大一个唐门 虽说倚仗着绝对强势的手段 确立了领导权 但下面的人乃一方元老 各自为政 阳奉阴为的事情还有很多 比如南洋的赵光荣 林世锋这两人 简直就把唐门当成了自己家族的私人势力了 王朝相信 其余那些地方的唐门 也比南洋的情况好不了多少 唐紫辰毕竟是个女人 独自支撑偌大一个遍布全世界的华人组织 商业兼军事帝国 既要防止内部矛盾 保持绝对权威 又要提防暗杀 并和各种势力进行周旋 实在是太累了 精神几乎每天都绷得紧紧的 他稍微不紧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而现在自己的出现 便使他多了一个可以绝对信任的人 自己现在在南洋的势力 立位已逐渐稳固 真正已经起到了帮手的作用 这样一来 唐紫辰的压力就轻松了许多 当然会松弛下来 在自己身边得到了良好的放松 荣光焕发 那是肯定的事情 进入了唐紫辰的世界 帮助他替他分忧 这不就是王朝最初的愿望吗 现在终于是实现了 看着王朝眉宇之间成熟的气质 唐紫辰轻轻地用手摸了下他的脸 突然说道 我可能要去非洲一趟 回来以后正好是咱们结婚的时间 王朝吃了一惊 什么 姐姐要走了 是啊 唐紫辰转动身躯 望向大海 我回南洋来 本来就是因为南洋唐门的权力分散了 快要变成私人家族武装了 赵光荣和林世锋 还有印尼的富商们 都在瓜分唐门的势力 正好小弟你来了 把南洋唐门凝聚起来 你今天把司徒家的人喂了鲨鱼 下面的麻烦是有一点点 这些年 司徒家和美国上流社会的家族来往密集 上次我们和政府军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他们借口帮忙 其实是想窥探一下我们的虚实 拉路关系 想进一步发展 我便将计就计 果然这次就来了 非洲那一块是我经营了多年的势力 那里有着我们唐门最强大 人数最多的精锐部队和一切精良的武器 非洲的唐门基础 也是我真正押服所有唐门元老的基础 所以我不得不回去 而你现在掌握了南洋唐门 就是姐姐最为坚实的后盾 南洋这个地方国际形势复杂 国内政府的海军正在逐渐崛起 美国的控制势力正在减弱 政府军示弱 在这个形势之下 正是把南洋唐门发展壮大的最好时机 如果唐门真正的是铁板一块 那么世界上任何的势力 任何的家族都不能奈何到我们 接下来很有可能 我们要面对美国洛克菲勒家族的打击 首先打击的目标肯定是非洲我的大基地 所以我不得不回去主持 王超是个明白人 听唐紫辰这么一说 虽然舍不得 但也不会让唐紫辰把非洲经营的势力都丢掉 呃 那姐姐你什么时候走 嗯 过几天吧 走 咱们先去看看司徒月 一个房间内 司徒月坐在沙发上 脸色很是冰冷 眼睛和嘴巴都紧紧的闭着 只有手指还在不停的转动那个戴在大拇指上的慈禧太后所陪葬的班子 他的旁边站着两个聚精会神紧紧盯着他手持G36自动步枪的标行大汉 很显然 只要他稍微有异动就会被打成马封锅 不得不说 这司徒月还真有点临危不乱的架势 连自己家族的亲人被喂了鲨鱼都不动声色 还真有点那老佛爷的架子 支嘎一声 门打开了 听见动静的司徒月 睁开眼睛 便看到唐紫辰和王超走了进来 王超 这会儿阿光是不是已经被你们杀死了 司徒月冷冷的开口 看着王超的目光之中隐藏着深深的仇恨 但是他说话却很冷静 声音拿捏得很稳 王超面无表情 平静的说 不错 破坏游戏规则的人只有一个下场 见王超给了答复 司徒月便转过眼光望向唐紫辰 唐紫辰 麻烦你给我们司徒家一个说法吧 我们司徒家的人也不是想被别人杀 就被别人杀的 哦 唐紫辰扫了司徒月一眼 稳稳的坐了下来 说道 不知道 司徒月小姐 要我给你们司徒家一个什么样的交代呢 你们破坏规矩 到我唐门的地盘上来暗杀我们唐门的领导人 这似乎也得给个交代吧 司徒月冰着唐紫辰的面孔 似乎在打量着这个传奇之中的女人 他见唐紫辰还是在十年前 那时候这个女人还没什么权利 可谁能想象得到 短短的十年之间 这个女子就建立起偌大一个商业军事帝国 唐紫辰的成就 令同样是女人的司徒月心里非常的妒忌 司徒月是个非常自负 而且很有才华 很厉害的女人 要不然也不会在一次宴会中 邂逅了美国洛克菲勒家族最为出色的年轻继承人 就能让对方对自己惊为天人 在以后的交往中 司徒月更是利用自己的魅力 借助洛克菲勒家族的势力 为司徒家争取了不少好处 但是却远远比不上唐紫辰的成就 所以他心中很是不服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一出生就是大家族 而这个唐紫辰什么根基都没有 却居然能建立起这么一个庞大的组织 这是为什么呀 我不服气 心中杜尽的念头一闪而过 司徒月开口说道 齐伯原来就是个杀手 很可能是被买通了 所以才会发生这次意外 我说过 我们司徒家会给唐门一个交代 我只是希望 这次的事情不要引发你们唐门和我们鸿门之间的全面斗争 希望唐小姐顾全一下大局 不要为了一个小小的高手 而破坏海外华人的根本利益 这个世界上高手多的是 如果你们唐门缺的话 花点钱 随便就可以找大把大把的 说吧 司徒月又瞥了王朝一眼 显然 他是把王朝当成齐伯那等角色了 而且据我所知 唐门现在内部也发生了小小的问题 自从唐小姐你召开南洋唐门恳亲大会 为一个新人剥夺了元老赵光荣和林世锋的军权 这个消息想必已经传到了另外唐门领导人的手里 我想除了德国唐门的燕尼能真正忠诚女以外 其他的元老都会有点想法吧 我听说最近中东唐门领导人温先生 因为石油问题和洛克菲勒家族正在进行秘密的对话 唐门有一大部分资金是从中东石油走私中吃抽头吧 司徒月侃侃而谈 就好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甲一般 我想唐小姐也不愿意留着是唐门内乱的隐患吧 而且你提拔起来的这位南洋唐门的领导人 嚣张拔护 我刚刚来就亲耳听见她说要和唐小姐结婚的话 司徒月说完美貌还扬了一扬 这一连串话中连带着挑拨 威胁 但话又说的很是流畅 因为他相信 王超只不过是一个能打一点的新人 为了提拔这个新人 已经使另外的唐门许多元老心中不满了 现在要为了这个新人与鸿门开战的话 司徒月可以想象的出来唐门就快要离心了 那为了维持唐门的现状 司徒月相信 唐子晨这一次一定会给司徒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把王超交给他们带回美国发落 估计唐子晨也知道 他所领导的唐门是借助了一些元老的力量 但现在已经渐渐指挥不动那些元老了 这就需要玩一手打压 一手提拔的戏 并扶植起一个更厉害的新人 若是除掉了这个新人 便等于瓦解破坏了他的左膀右臂 但现在如果他为了王超与我们鸿门开战的话 那些元老的心就散了 唐门便也真正处于土崩瓦解的形式 若是照着这个情况发展 那司徒光也就是死得其所了 司徒越说完之后 便静静的等着唐子晨的答复 心中暗暗盘算着新的形式 他这次之所以默许司徒光 叫齐伯暗杀王超 也是在瞬间权衡了一下利弊 可谓是兵行险招 如果我这次消掉了唐子晨提拔起来的这个王超 就等于去掉了他的左膀右臂 想必威力娶我进门 也就没有了什么阻碍 不过这个王超 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能打一点的小白脸 没有半点头脑 居然就这么杀掉了阿光 若是他不杀掉阿光 我还真没有什么借口 司徒越是一心想要加入洛克菲勒家族的 而且他对他刚才说出来的话 是很有信心的 唐子晨现在应该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想维持现状就必须要丢车保帅 哼 一个没有根基的女人 坐到唐门门主这个位置 哪有那么容易 还真以为自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算那时候的武则天要提拔面手 也是不能毫无顾忌的 司徒越的心中冷笑 邪恶的想着 可这时唐子晨突然开口 司徒小姐现在心里肯定是在想 我的处境是进退两难吧 司徒越听完笑了一笑 转动班纸 算是默认 我唐子晨纵横师多年 手上的人命比你见过的人还要多 既然你们司徒家要与洛克菲勒家族联姻 那么就让你父亲嫁过去吧 唐子晨的话冷冰冰的 声音之中没有任何的波动 听唐子晨的声音扑通 司徒越扭动下身体 感觉有点不好 你想干什么 突然 唐子晨伸出两指 电光火湿的瞬间 便点在了司徒越的眉心之间 随后 这位纵横家一般的女人便瘫乱了下去 五官流出鲜血 已经没了气息 他这是被唐子晨一直点破眉心 暗尽入脑 毙了性命 第二赛三十二集